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星期三吧? 星期三 11点 属于MyRadio 熱血大球场超級球会的环节 今天 在环节上陣的 全新的特備节目 叫做耳甲中環 大家记住这个节目名 可以在YouTube搜索 支持我们 这个节目 全新的节目 全新 古名思义就是说一说耳甲 或者意大利一些国家队 意大利足球的历史 就是小弟Anthony 和房中璞 这个节目是怎样的节目呢? 我自己会用意甲 或者意大利的球迷的角度去出发 但是 好的就赞 坏的就彈 都是秉持着我们以去大球场的风格 去做 大约接近一小时的特備节目 暂时 还是一个月 或是有别于 以往我们很多时候 都是做一些球赛分析 或者是联赛榜 和大家前瞻一下 或者是赛后马后炮分析一下形勢 我们这个节目 意甲中環 就真的和大家中環 亚平陵半岛上 任何一个角落 和大家看看 譬如 由一些平时以往球迷 可能少留意到的 在管理上 各大球会 譬如在商业上的发展 又或者以往一些 我们会从 那个Weaver 欧洲足协的 叫做细数排名 去投意近年 意甲的形势 和意甲 在欧洲 现在各大所有联赛 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都会和大家探讨一下 没错 所以今天一集 讲开意大利波 真的很多很多题目 是想分享的 今天就选了一个题目 其实近期 我觉得是炒得挺热闹的 就是 何事 或是如何 重返三大联赛 就是意甲 这三大联赛就是 我们用着欧洲足协的 用欧联系数 计算出来的一个分数 现在欧洲足协计算的方法 就是帮联赛的评分 就是用他们的欧战 就是欧联和欧霸的成绩 结合出一个分数 就会有一个排名 其实有些球员都觉得这个不公道 老实说 你用欧联或者欧霸的一些成绩去抽的话 其实你只是比较每个联赛的 头六或头七 我常常都说 老实说 我觉得帕尔玛可以抽人搬来 你这样抽法 大家拿欧战 那你一定是头六或头七 才有机会去看欧战 或者有些法甲 俄超等等 那个名额 或者蒲超更加少 其实只是大家前列斗前列 什么时候来过 是不是中游斗中游呢 可能二甲的互级 例如卡里亚、里帕尼玛 那些抽得赢你里斯特成 那些 所以 究竟 怎知是好联赛 房中 说回好联赛之前 有点 其实 足球球坛上 我常常都说一件事 就是 有来有往的 可能早二十几三十年前 会是见到 德甲的联赛 獨大 在欧洲球团上 很多 来自德国的球队 都有好成绩 是六十年代 那时候 即是举了例 可能再十几年前 轮到西班牙 再过了若干年后 又轮到英格兰 西班牙 再说回欧洲足协 欧洲足协 欧洲足协 他在系数排名方面 都有一个转变 即是08、09年 那时候 他也将计算 对上五年的成绩 概括地 去计算一个分数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 是可视重返三大联赛 三大联赛 我们今天沽且 用着UEFA 即是欧洲足协 的计算法 所以我们 看看第一张照片 现在画面 展示出来 这个暂时 都是today 就是今时今日 欧洲足协 给各大联赛的排名 第一位就是西班牙 爆分 99分 英格兰 英超 德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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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歐洲分配歐戰的名額 第四和第五的分別其實是不大的 唯獨是我們第3和第4分別大了 就是一個歐聯成為 你不要說是小事 所以現在就是我們叫做第四 其實好的聯賽 有些球迷的說法就是 有一年應該是前一屆的歐聯 拜人對著多蒙特 德甲就稱霸天下 老實說你入到決賽 好的就拜人 好的就多蒙特 是不是代表你其他人好呢 不一定 就像剛才說你都說 柏爾瑪創作人搬你 我有信心 又譬如今屆的祖雲達斯 作為我們爾甲的代表 阿薩德入決賽對著近十年 戚冊風雲的巴塞 二甲有球隊入到歐聯決賽 是不是又代表二甲今年真的死過翻山呢 我想這一方面就真的從基礎上看起 譬如你怎樣定義一個好的聯賽 其實我覺得有兩個角度 第一就是從一個商業角度去看 第二就是從成績角度去看 你從商業角度 其實一會求一個營運方針 譬如他有沒有遠大的目標 他在一個健康穩定的發展 譬如說義甲 大家都知道祖雲達斯 就是全義甲暫時是一個全權擁有的自家球場 爲什麽祖雲達斯近年會是這麽成功呢 在聯賽清霸四連霸 加上今年來到歐聯 亦都遲隔了很多年 十幾年再次打入歐聯的決賽 其實很大程度是建基於 他們在自己的球會本身的架構 他們的部門運作模式 因為他們自從早幾年能夠擁有自己的球場 他們自然能夠在商業贊助方面有自己的收入 譬如一些 雖然現在暫時還未轉到球場灌名權 但是球場灌名權亦都是一間球會 你去利用作為一個商業化 商業模式的一個收入之一 另外還有就是譬如你球場的使用率 舉個例子 英雅人的溫布萊球場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見到 我自己都親親驚歷過的 去過看溫布萊 去過溫布萊就不是看足球比賽 而是看拳擊比賽 譬如有些歌星去溫布萊開演唱會 同樣地在祖雲達斯球場 亦都曾經舉辦歐洲賽事的決賽 就是在這些細節上 你怎樣可以發掘到 開發到你自己的商業發展呢 然後進而你就有能力 有資金去收購 現在世界球場的一線巨星 最近祖雲達斯也簽了大巴勒 阿維 馮忠我剛才提到 一個球會如何去營運 怎樣去管理 架構是如何的 的而且確祖雲達斯 其實都老實說 現在二甲其餘十九支球隊 我大膽說 你應該模仿他這樣營運 你說錢那裏沒辦法 你AC 拍電話等等 其實都在找老闆 我們待會在容後再談 這個話題 講到明何時重返 何時重返三大聯賽 說到明重返 當然曾經我們都在上面 二甲最風光最風光的時候 曾經大家叫他迷你世界盃 或是小世界盃 前列就戰過七雄 二甲七姐妹等等 真是一時多小豪傑 二甲 我們數歐聯 九十年代的時候 曾經包括改制前後的歐聯 歐洲盃賽冠軍盃 其實那時AC已經衛免了 即是改制前 即是八九九零年 我們數回九十年代 那十年 有八屆 是有二甲球會份的決賽 好誇張喔 那個數字是 講到九二至九三年 到了九四至九五的球櫃 這次問是連續三屆能夠入到決賽 然後再到往後 九五至九六到九七至九八 又輪到祖雲大才是連續三屆入決賽 當然入到決賽有勝有負 但亦足以證明 見到連續六七年 意大利的球隊是能夠殺入 歐洲最頂級賽事的決賽 歐聯在九二年之後就打入改制 吃個水味 森多利亞那時 文仙尼 做個傳奇前鋒 維埃利 這幾個帕武家那些 那年入到去 對著八個賽事都是輸家時 而那時盧特納 還有史代之歌夫 朗勞高民 朗勞高民入制 就是辯定性的那個球員 還有現在名稅叫哥迪奧娜 那群球員對著文仙尼拍攝維埃利的 森多利亞也是加時先緊緊輸 當時保斯哥夫 前南斯拉夫的名稅 其實去年都離開了我們 那時帶領森多利亞入到歐洲球壇 最頂級最頂級的舞台 之後去到九三至九五年 連續三屆正月 如剛才所說的 AC馬蘭都是連續三屆 雖然他們是衛免不到 中間是輸 然後贏 然後輸 即是九三是輸的 九四是贏 九五又輸 那三屆都是卡比奴帶領的 其實講一下卡比奴老實說 今集我們就講何時重辦三大聯賽 其實今集我們真的很想講一下 意大利的名稅 九三年輸給馬蘭賽 九四年大勝巴蘭賽一次 九五年輸給雲高意大利的亞即使一球 三屆 那時AC真是 應該九九三年那時是三劍合的水尾 之後就 雲巴士頓、列卡特 還有意大利的一代名將 巴里斯 泰索迪 哥斯達古達 去到九四、九五年就加入了迪西里、波班、一大班的名將 威亞那些 嘩你現在數回九四是不是威亞 去到現在之後 AC連續三屆之後 去到九六年 就輪到祖雲達斯 連續三屆殺到歐聯的決賽 帶領祖雲達斯這個王朝 就是納比 納比 九六年那時又是對著亞即使 那時就叫我有點好彩 十二馬贏 九七年就輸給多蒙特 輸給多蒙特 那時又是數出來都沒得輸的 現在他們的意大利領隊干地 再加上維埃里 迪比亞路那時叫做 站路頭角 迪金斯 比索圖 現在這個 好像是祖雲的高層來的 但是 有一單不太開心的新聞就是 之前好像曾經有個自殺 但是現在都健載的 還有後防的費拉娜 這一班又是九十年代 真是在祖雲達斯 義甲和歐聯 戚冊風雲中歐 龍門佩雷斯 真是一個非常出色的門將 這個祖雲達斯 連續三屆 現在有點懷緬 如果他們有機會再理多一次 所以說正正就是這幾年在歐洲賽的優異成績 令到義甲 開始建立了他自己的名聲 令到很多 相繼球星級的人馬 亦都相繼 來到意大利這個國家 加盟到各大豪門球隊 增加了義甲的吸引力 譬如商業贊助的各方面條件 令到義甲 這個聯賽真的開始 穩戰話 平時說歐洲四大聯賽 其實很多時候一數一數下去 二英勢 我想你真是最多人看的時候 就會是這個時間 即是九十年代尾 應該還開名 有線電視 那時還在播義甲 來到我們叫做第四聯賽 早兩年還說是香港沒有電視台 不要理會免費還是收費 沒有播的 想看回 都要從其他比較Smart的途徑 才可以看到義甲 那這裏去到九八年 祖恩達斯拿了亞軍之後 其實都好幾年 其實沒有義甲球隊 殺過入歐聯決賽 去到03 即是有一個決賽的來控 那時我 義甲來控 那時是本桿台 是不是本桿台 真的忘記了 太久了 那時是丁偉傑 保方上一次入歐聯決賽就是這次 現在就是這次 就AC對著祖恩達斯 那一屆真是 你說悶又可以 你說張力好救又可以 結果最後鬥到12萬 大家都好記得 譬如說那些強圓射室 那些是舒夫真高的那些 舒夫真高是不是 舒夫真高是經常電定勝局進入 不是 你說的是另一屆 是下面那屆 我也記錯了 總之已經到了12碼階段 你記錯了 證明有很多 證明那一場比賽 02-03那場決賽 其實是 我又不想說滿戰 可能在戰術上 很多計算 有很多計謀 那一場決賽 坦白說真的 味道就不太濃郁了 要去到射12碼才決定到 那一屆歐聯冠軍誰屬 然後其實 開始被人感覺 義甲有些少是積弱 然後終於去到 之後我們再講那屆06-07那屆歐聯 我現在去檢查 舒夫真高就是經常電定勝局進入 其實我很有畫面 我記得舒夫真高 放下球的時候 然後退後幾步再跑 那時那個近鏡 那個鏡頭 露出了舒夫真高的頭 嘩他那隻眼 有火光嗎 嘩是想殺Q的寶方 我就是記了他 四五年後那一刻 武神武器一射 結果被杜蒂哈 杜蒂哈撲出了 那屆真的對舒真高的眼神 說的是03年決賽 射射寶方那一圈 那時還有 尼斯達在陣中 沙珍勞 斯多夫 斯多夫不入的 我記得他射第二 還有左腳的後防卡拉迪斯 祖雲達斯當時陣容 其實就是查斯古特 這個超級多產的法國射手 還有蒙迪路 中堅 迪比亞路那時是語入方中 0比0的一場歐聯 其實硬是有位給人抽一抽的 歐聯九十年代 去到二千禧年的初段 都仍是耳鴿的天下 我們常常都說 剛才我們舉個例子 例如拜仁對多蒙特 甚至和馬對馬替會 都不等於整個聯賽的好 有沒有看次一級 有沒有看歐霸呢 有沒有看歐霸前身是捉協盃 歐洲捉協盃 歐洲捉協盃同樣說 我告訴你九十年代一樣是意大利足球的天下 去到那時 我數一數 應該是那十年 同樣是九十年代那十年 就有十三個人次 即是我們計人次有十三隊入過 即是這個歐洲捉協盃 即是歐聯叫做樂一級的賽事 入到沙特決賽 十年的決賽 即是有二十個位 即是數到最深刻 其實都會說國際盤、帕爾瑪 帕爾瑪 都拿過了 我們數回九十年 其實連續兩屆是我們內控的 祖雲對廢倫 那時鄧家、巴志奧他們 之後數一年國米對羅馬 那時歐洲還是兩回合的決賽 現在兩回合的決賽沒有了 最遲我們意大利的決賽 以前早幾年還是兩回合 現在都叫做改米 一回合 九二年拖蓮奴 都叫入到決賽 僅僅輸筆又是雲高意大利的即使 就是拖蓮奴 還有九三年早雲 早雲叫大炒多蒙特 九四就是國米 去到九五就是帕爾瑪 我想說的就是 譬如九二的拖蓮奴 九五的帕爾瑪 其實就是一個聯賽 我大膽地說就是一個比較強的證明 一些第五、第六或者在聯賽 其實沒什麼機會是欠了 即是說不是增冠那一群 而是說第二集團 羅勒哲哲中上有份子 挑戰歐洲賽職位的那群球隊 譬如你拿回近一兩年的耳鴿 就是說那群 譬如說 菲林天娜 納波利 烏迪尼斯那群 伊朗亞那群 挑戰到能夠有能力可以在歐洲足球杯上閃亂冠軍 是 你說英超那時也有對歐 是不是富咸入歐8的決賽 那也是一隊 這個阿維用得好 第二集團能夠衝到歐洲頂級舞台 如果你說今時今日就是 譬如西甲的西維爾 他是西甲根本你說冠軍 一賠一億都有人受 他根本在聯賽上沒有可能得到冠軍 但他衝到歐洲賽場 譬如拖蓮奴 可以掃光的 拖蓮奴 那時帕爾瑪 這屆的帕爾瑪 都未去到大家最尊尊樂道那屆 之後96就叫做 那時歐洲足球杯 尾我們的球隊 97國米對04 那時學神大大的國米 佐卡夫 深奧蘭龍 已經有新尼迪的了 97年就 98就開始轉一回合過的 歐洲足球杯同樣是內控 拉數就輸給國際 那時大嫂 朗拿道 還有後防的韋斯 那時大家都很有印象 斯蒙尼 現在做了領隊 99年的帕爾瑪 真是 我這陣子準備意甲節目找回那張照片 寶方 杜琳 賈拿華魯那些 華朗 基斯浦現在開始調球了 還有基艾沙 這些真是 真是 粒粒粒階升 說到泰爾瑪 泰爾瑪 也不是衝得很前的球隊 在二球 那時看到 十分十分有味的 OK 90年代 跟大家 很快很快的 轉圓 歐聯 歐霸 或者之前的歐洲足球杯 同樣是我們的天下 這個十分十分風光的年代 就是終結 究竟 什麼時候終結啊 阿維 這個其實都沒有一個特別的時間線 有特別的時間 就是總之 那個趨勢 是慢慢醞釀出來的 突然間你看到 一兩屆這樣 退了一期 然後開始慢慢 意甲聯賽的積弱 然後發現產生了很多問題 包括管理上 球場內外都有很大的 比如說球場外 開始有暴力問題 歧視問題 然後管理上 譬如財政管理不善的問題 越來越多球會破產 因為某些原因被扣分 降班 判罰那樣 然後當然就爆了電話門事件 我自己覺得電話門事件 從實際上或者意義上 意義當然啦 如果大家覺得眼前的足球是假的話 其實沒有東西吃 沒有東西 是真的這麼開心的 老實說 OK 他那時候電話門事件是世界盃前 涉嫌一些操控球證的人選 最後一開始是總罰的 然後慢慢修飾、調整 OK 當屆06-07 祖雲達斯都要直接降落 越早是去比賽的 A.C.米蘭 包括還有拉素 Falentina 都是需要去扣分的 其實這裏呢 我們剛才說的 我們一開始展示那張照片 歐洲足協給聯賽評分 透過歐聯和歐霸去評分 那時候祖雲落了越早 就扣了一些分數 這樣球隊 你看回 06-07年我們歐戰 歐洲中協盃的時候 應該是未改的 巴勒莫出戰的球隊 巴勒莫 安波里 森多利亞 全部第一圈淘 歐為賽 其實拿到的分數好像是0.5分 好像有出席 有出席 participate 即是他英文 有參與first round的quark out 好像歐霸是0.5分 那分數就只有這麽多 但是那個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那個資格 退下又一個 退下又一個結局 巴勒莫 安波里這些出戰 安波里那時候 好像是拿到第七圈 森多利亞這些 去到第一圈 好像輸給什麼蘇黎勢 一些很次聯賽的球隊 這裏是其一 一些比較弱的球隊 去吃了那一屆 因為這個因緣祭會的機會之下 拿了勾戰資格 而出到去 其實能力 不及的 還有就是最直接的 是祖雲達斯 他下了月祖 當然還有那時候 迪比亞路 寶芳等等 是肯同球隊同金共苦的 所以你看到他們的CV00社 就是一個二月的冠軍 OK 不要緊 但是也有主力是想走的 那時候還有韋拉 杜琳、森寶達 森寶達去巴塞 大簡 拿完勢的 朱鵬先生 吃著個勢去黃馬 走了 還有杜琳 那時候梅毒等等 這個班底 踢月祖沒問題的 但是升到上來甲祖 雖然還是前列 但是那時候開始 零六、零七、零八、零九 祖雲達斯就算有勾賽也好 其實是沒什麼揮的 因為你一個這樣的班底 你走了大半隊骨幹 你是要時間去重整 因為青年軍提升到上來的時候 青年軍很難期望他們的實力 能夠跟這些大哥大的前輩 可以相提並論 然後你慢慢磨合一對球的時候 當然你賠償的就是你的成績 其實說回當初的判法 就是祖雲達斯判法在2月的時候 其實也一度引起了很多爭論 譬如判法的制度 去到上訴之後 祖雲達斯是扣很多分 30分 落到月祖再扣30分 但是到最後落到月祖 變成只是扣9分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好像是減了兩次的 初頭說是由30分變成17分變成13分 接著結尾變成9分 然後其實 減這麼多分 即是上訴得值 減少點分的 不止祖雲達斯一對 還有費倫天娜 即是在說這個判法制度 其實 為什麼可以這麼輕易 這麼義氣 上訴幾次之後 得值了 那麼又一直減下去呢 如果當初祖雲達斯真是扣30分的時候 可能那一季不能夠即時升上二甲 第二的拿玻璃那些其實都是欠幾分的 他扣月分扣了9分 即是問水 老實說他可能第一季扣完30分 即是我跟亞維所說 有些東西應該拿得緊一點 但是如果你從一個為意甲著想的角度 喂 祖雲達斯 快快想想 因為這個時候我們有張相片可以看一看 就是這一張相片 OK 等等我先展示出來 那就是 這個應該是 一、一、二年 一、一年底的時候 就會展示到 因為歐 我們剛才提及過這個歐聯係數 它的計算方法 其實我們簡單簡單地說 就是計近五年的歐戰成績 剛才說過 參與外圍賽的球隊會0.5、1分 參加到小組賽 即是最後32強 參加到 其實就會有4分 那你在小組賽裡面 每贏一場球 就會加2分 即是在歐聯係數裡面 那和球就會有1分 如果你全部輸掉也不要緊 他會給你2分 這個就是 去到淘汰賽 例如16強、8強 你每進一級 就會額外再加分 玩法就是這樣 簡單地說 所以你看回 剛才我講的 例如安波里亞、巴勒莫這些 去替爾甲出戰 還有祖雲達斯 缺席了的歐戰 或者就算有出席也好 需要時間去重整旗鼓 所以你看到 由電話門事件打後 即是07年至11年 這五個球櫃裡面 雖然大家看到07年 我們的分數還是高於德甲 即是11對9 那時AC贏回禮物浦一次 覆卓成功2比1 但你看看打後的四屆 我不要緊要 計算你 我們06、07 head著 那一屆還贏得合2分 08至11 那四屆 混合了07 即是五年內 我們虧了9分 貴貴都比下去 是啦 這個其實都是幾關鍵的 07至08就輸3分 08至09就輸1分 10年去到摩連盧時拿著國際米蘭 贏了你 拜人在決賽贏你拜人 你仍然要輸3分給人 去到1011更加是15對11 這個分數上 所以大家看到 這一年就是11年 完了德甲 就是正式超前二甲的 亦都是正式 拿多一個歐聯正位的年份 是啊 老實說這裏是很慘的 為何三轉四 我們由三轉四是虧了給人 可以這樣說 但是我經常覺得 由四上三是困難 因為你少了一隊球去參與 你就少了機會去取分 所以我經常覺得 由四轉四 那當然是德甲好東西 德甲在那個時間 整個聯賽都有一個進步 不論各方面 其實都值得意大利學習 老實說 又撐開一點點 意大利其中一個差的原因 或者是上五的原因 我覺得是很驕傲的 即是他們是 即是他們的死人性格 我開玩笑這樣說 即是他們的性格 永遠就是意大利的足球 意大利足球在三四至三八年 已經在世界盃那裡贏了兩屆 你已經感覺到那種東西 不是很肯去參透別人 還停留在自己好那些 停留在自己的世界有些井底之蛙 少許 好像那時我們說中國是自比天朝上國 那些 意甲或意大利人 他給我的想法 即是觀感 就是有這一種 好像 彷彿就看不到別人的好處 或者沒有一個謙虛之心去學習 這個好像有點差得遠 OK 沒關係 其實1-1 打後 1-1 1-2 1-3 我們回到第一章上 外面的同事 其實都是幾灰暗 對於意甲在歐戰成績來說 頗為之灰暗的一個時期 11年 AC作為意甲是歐聯十六強的獨苗 輸給英超 我們剛才叫做第二集團的熱刺 兩回合 還要主場輸一球被熱刺 被淘汰 第二條戰線歐霸 32強 得一隊叫拿波利 其餘那些 又是我們所說的 森多、巴勒莫、祖雲 在小組賽已經被淘汰了 祖雲不好載 那一屆抽到叫萬成 不要緊 祖雲那時是屬於一個重整旗鼓的間諜 剛剛重挽歐洲賽 對啦 所以都是打著歐霸 12年歐聯十六強 那時也好一點點 有三支耳甲球隊 國米輸給馬賽作下入球 拿波利輸給車仔 那一屆拿波利首循環 即首回合已經吃了三比一 最後輸作下入球 輸作下入球 車仔那一屆人是冠軍 好球的 還有AC 那時是淘汰亞技 首回合已經搖搖領先 八強輸給老對手巴塞 12年 12年都僅僅好一點點 去到13年 歐聯八強 祖雲直接輸給拜仁 那屆決賽就是剛才提過德甲的天下 所以這幾年 11、12、13 其實又是 你看德甲的分數 15、15、17 我們是11、11、14 所以都穩穩定 雖然我們今年 其實你看到14、15年就是今年 其實已經計算了組運入決賽的分數 還是79對70 所以剛才我自己都很細心一路聽安爺 一路講解 對上這五、六年 即是進入歐戰的意大利球隊 大家聽起來會發覺 嘩 常常都是一隊兩隊一隊兩隊 又很早已經走了 32強 即是歐爆的方面 歐聯又很早已經是下馬 變成其他各大聯賽 譬如德國、英格蘭那些 剛才說英格蘭有一年 四強裏面有三隊 四強裏面有三隊 西班牙的四強也有兩、三隊 近年西班牙都比較多 幾大號門球隊都紛紛 能夠在歐聯有好的成績 我們也有03 那變成在數量上 我們意大利的球隊 很明顯已經是比了下去 變相見到歐戰 現在還到目前為止截至 目前為止仍然是欠德國得甲的九分 你可以說是很合理 合理 一路看回那個趨勢 一年是不夠的 要持續持之以恆 連續多兩三年 這樣就會見到那個希望 沒錯 我們當數學題這樣計算 撇除所有東西 20-2011年 德甲贏我們 贏我們4分 20-2012也贏我們4分 20-2012-2013也贏我們3分 2013-2014我當作打個和 2014-2015就贏我們4分 其實你這樣計算 譬如我們三四名之真 這樣計算 其實每一年你追極有個譜 就是4分 最盡量給你追4分 現在7-9 他們7-9 我們7-0 欠9分 我們這一年已經計算了我們追了4分 所以我們不要那麼大咬 假設我們用最樂觀最理想的一個想法 每一年我們追3分 何時重返三大聯賽 都在說要3-4年 3-4年 真的3-4年的時間 德甲是不是真的 多蒙帝又回歐巴 最未被他標倒未會 不要緊我好球 但我們2甲 真的在歐聯賽場 除了祖雲達斯 現在叫做佔入街景 上年人們就說 因為一場的大風雪又延期 結果被街塔三雷 當時就倒巴坐陣在小早賽 臨尾保賽搞定 OK 不要賴了 今年確確實實淘汰過 淘汰過和馬 淘汰過多蒙特 贏過德甲的對手 入到決賽 真的OK 但能不能夠持之以行 祖雲達斯老實說 我就不是很擔心 這是我們的展望 但在這一部分 我也想和阿維討論多一點 就是2甲去到 我們剛才那條線 就是大約在05或06 就是電話門事件前後 我們畫面先回來 就是那個位置 你不要理各種原因 2甲就開始衰落 我只是想多說阿維分享多一點 就是衰落的原因 沒錯沒錯 剛才大家看到圖畫 就有很多數字上的計算 這個數字就是這樣計算 但實質的概念 理論 是不是真的那麼容易計算呢 意大利職業 那個毛病存在哪裏呢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是很多毛病 好多 沒錯 首先第一件事 一定要說的就是 意大利很多球會 如果你未知的話 我會告訴你 他們的管理上面 很多都是很守舊 很保守 因為其實很多依大利的球會 現在都在奉行家族生意 過往就多一點 現在慢慢轉移 現在開始減少 但是一路那個家族性的生意 令到球會的一些 譬如說股權 資金 不會那麼輕易 流露在別人的手上 譬如大家近期 可能看過新聞 就是那個AC米蘭 貝魯斯桿來 他自己其實 想把自己手上的股份 賣少少 但是又不是賣光 依然希望掌控一間球會 但是他又同一時間 要求買家 怎樣對AC米蘭 有一個 看到那個 方針在那裏 看到那個 野心在那裏 所以令到 AC米蘭其實到現在 遲遲都未能 在這方面 有最後一部消息 都說了幾個月了 是的 不過你說 甚至乎現在AC等什麼 就是等錢 那 阿維講 譬如你跟別人交易的時候 我覺得 你去要求 或者 折一折對方 你要怎樣怎樣 有個野心 或者你要有個 agenda 設定出來 我覺得這個 好像 某程度上帶點愛的 即是你就算那樣東西 放了手都好 但你都希望那間球會 譬如 那時莫拉提放手 其實他不是很想的 你見到他真的很不捨 這麼多年的感情 十幾年 有無數的 好好好好的管理和收購 說回貝勞 現在的說法就是 他買完股份 你計算比例 他還想自己掌權 這個就是一個 比較難搞的地方 即是你既然已經 在資金上 即是 容許我代AC萬球迷說一聲 即是 現在在資金上 真是很缺乏 這幾年 為何 為何 AC 組軍方針 要走到這樣 經常被其他國家 甚至其他球隊 去 野餘 但是 當然側面這樣看 就是 加總很厲害 光頭佬很厲害 一個免簽的陣容 免簽得來 其實也不算很差 其實也非常可觀 有腦有怨當中 不過你再說 A.S.M.Lan做例子 說免簽這件事 其實為何我們剛才一直都說 為何說管理不善呢 其實就是 耳隔很多球會的 那個叫做 director 即是叫做 這個叫做 總監總經理 總監總經理的角色 其實他們是比較缺乏教育的 令到很多球會 在營運上面 失去了方全 譬如大家 我舉一舉些例子出來 或者講一講一些球隊出來 你可能會覺得 咦 以前聽過 但現在這些球隊去哪裡了 科目 墨西娜 還有 萊徹 摩德納 這些 其實全部都已經是 去以柄 分別因為 管理不善 財政問題 欠身 欠債 諸如此類的問題 結果降下 即是被這個 意大利的聯賽會 就貶到他們去以柄 甚至有些球會 因為 我們最新的例子就是 柏爾瑪 到現在還沒找到 去買盤 可以說 那個懲罰 就是會把柏爾瑪 甚至會改名 然後用一些 有柏爾瑪 牽連的 新球隊的名字 譬如我舉個例子 CF 柏爾瑪 再在意大利的低組別聯賽 再打上來 最好的例子就是 二月 柏爾瑪 柏爾瑪 還有就是 今年 今年在二月 也有佩魯架 佩魯架也在升賦加賽 現在正在努力 拼搏 爭 升上來二甲 但其實佩魯架 在之前那幾年 也是沉寂了一段時間 沉淪到二丙、二丁 結果就是你看到 這些管理不完善的問題 令到很多這些 昔日曾經在二甲打滾的球隊 很多時候 現在落到現在的田地 再數回A.C.米蘭 會發覺 其實球隊有很多的永遠 但是 A.C.的管理 我早前看到一些新聞 就是貝魯其實是一個寶貝女 巴巴拉 有些人就說 他是 阿維剛才用了兩個字 就是讀書 反而他讀得多 但是 就擺了他在一個 是不是副主席 類似這個位置 就希望在家總那裏 拿回一些權 就好像在這裏 巴巴拉 即是阿貝魯的女兒 據聞 就跟阿光頭佬 那些關係不太好 就是又在這些 權鬥那裏 就好像彷彿 令A.C.米蘭 那個發展 又有一些阻滯 是 跟著你再加上 在這些發展 可以說是方針上面 有意見不合的情況 然後 再引生到一隊球隊 譬如教練上面 你找回來的人選 再去到球員 你回來的買賣 有意見分歧的時候 你這隊球隊 如何能夠融為一體呢 即是在說A.C.米蘭 很多球員 已經是被投橫置散 那些蒙達利 艾森 蒙達利 最深刻的例子 一定是蒙達利 自己說自己 蒙達利不是很老的 但是 84年 84年 即是殺日 自己說自己不想踢 不想再代表A.C.米蘭出場 然後再養一堆的 不要說老兵 傷的傷 弱的弱 沒有用的沒有用 然後再加上一堆借用球員 借出去 這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柏爾瑪 對球幾個人 二百幾 百幾二百個人 這些到底是什麼管理來的呢 為什麼可以讓一隊球隊有二百幾人 那些不是阿杜姐說 只賺一元 我這個球員 我假設10元買回來 我一來就11元賣出去 我都叫有賺 但是拍耳馬 現在什麼情況 大家會有一個畫面 管理的確 黃忠說得對 我先舉個例子 巴巴拉 貝魯想放下去 放自己的親生女 我自己 就是羅馬粉絲 其實那時候 同樣是阿維所說的 家族式經營 即是紳斯爺爺 即是我們俗稱家族 後來他沒有 即是老了 開始病老了 又是找他的女兒 即是羅斯拿紳斯 正正就是羅馬要 一路變賣球星 即是那幾年的那些管理 連同個球員 好像都不太懂 真的那些事情 所以我們歌頌 紳斯爺爺過往 或其他 例如莫拉提 貝魯他們過往 對意甲球會 或意大利足球 任何的貢獻 但是 現在 是不是真的 是時候 這個商業 和足球掛勾了的時候 即是金圓足球 要流入這個球坦 正正就是 我想下去下一個 即是意甲衰落的原因 就是意大利的經濟 其實 我們說回好的時候 先說過90年代 那個城勢 祖雲 米蘭雙鴻 那時候真的叫豪門 那時候的豪門 就是那些真豪門 基本上 所有他們好的本土球員 少少數出色的外援 全部是 你不要管 用金錢收歸旗下 即是他用一個大的球會 就透過收購好的球員 去維持一個成績 那意甲那時候下游的球會 即是他又透過出售一些 比較能力好的年輕球員 去比上面的球會 那這個他就透過這件事 去維持球會的營運 即是這個那時候 就會有一個公球的關係 即是那時候大家都還OK 但是有些人的說法 就是95年波士民條約 就將限制外援上場的機會 這些法例就打破了 那令到豪門開始找一些外援 不再看本土兵 那這個其實不單是意大利 這個其實牽涉到船球 即是華人顧叫歐洲球坦也是 這個其實只是其一 波波士民條例 那其實比較關鍵的就是 那些的列強就開始轉向收購外援 即是不去 或者視野其實向得出了 那令到下游的球隊 少了一條的水路 去營運他們的自己的球會 那阿慧是不是補充 除了這件事 就令到也都間接 其實令到自己本國的一些年輕球員 會不會是剝削了他們的機會 我想是都幾直接地剝削的 那時候我記得是歐洲足協 還想站得硬一點 但是因為歐盟在一些法例上面 其實都幾執著的 因為你知道現在歐盟的想法 就是基本上想融為一個國家 這些比較深入 因為有一個數字 就是上個球界的數字 就是綜合歐洲現在所有國家各地的聯賽 外國球員在意大利聯賽來說 是佔54.1% 僅次於英超和賽浦路斯聯賽 排在第三位 另外本土的清訓營出產最少的聯賽 也是二甲 只有8.4% 最多就是法甲的23.6% 即是差不多是三倍 法甲和法甲 那時候何甲 都是球星的搖籃 大家都有 我記得 其實那時很多巴西兵 第一個登陸是登陸法甲 現在輾轉去東歐 那時候世哨那些就是這樣出來 講回我們這邊意大利波 經濟一差 千禧連打後 歐洲那班大鱷 有一個叫圍剿里拉的行動 那時候意大利還沒有用歐元 那時候就貨幣順利 利拉 即是一夜之間瘋狂貶值 這些經濟 即是連強隊都去到被迫出售好的球員 即是你這幾年特別多例子 譬如拿波利那些 那時候卡雲尼 拿維斯 一夜被巴黎賣過去 即是他過完去之後 譬如是華拉提這些 他去了法甲那邊 即是他說法甲PHG的環境 已經是好過爾格 給得起錢給得起人工 那你何來有沒有轉頭去球會旗下的原因 是的 那去到你當你沒有水的時候 那時候九十年代 意大利球會叱渣風雲 老實說 其實這個世界 我覺得 其實很多好球員是在南美的 那有一些說法就是 譬如他們透過經理人 去做一些轉介 輾轉登陸歐洲的聯賽 你作為一個經理人 或者你作為一個球員 你去幫個球員 找一個下家 找一個買家的時候 那你都找一個出得起錢的 即是多過找一個出不起錢的 那時候 你二甲球 你又沒有了一層 真是好的球員介紹過你 那這裏自己又虧了 那你又基本上 你都好像透過去賣球星賣球員 來維持球會的收入 那這個其實 例子也有了 剛才我們講的拿波利 近年我自己愛到羅馬 那些拉美拿馬坤奴斯那些 一季好球可以三千萬賣走 其實你這樣講其實有幾個人 其實還有一個中下游 中指令球會的 都還有一個比較 我想 可能一講這對球之前 大家都會覺得 微不足道 但是一講這些例子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 哇原來是這樣 就是巴勒莫 即是說今年戴巴蘭 其實就是兩三年前 在阿根廷的球會 巴勒莫以千二萬歐元買回來 結果轉下手 接下來這一季 哇兩三倍的價錢 去到羅馬達斯 再數之前 其實一直卡雲尼 艾寶香蘭迪斯 帕斯托利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南美的球員 所以其實這對球 即是說在南美 剛才安爺說 在南美洲引入一些年輕小將 再轉個手 去保持球會的營運 巴勒莫是有他的手 另外講回剛才之前的 足球經濟論方面 經濟差 當然只不然有借錢的機會 借貸 有些球會的負債 最後搞到破產 然後破產就搞到 剛才我們數了一堆球會 麥西拿科目那堆要降 所以其實所有事情 都是一個連帶關係 是一個循環 誘因就哪有過 還有一些上來 廢倫的時候 大家幾傷心 還有拿波利 現在是迪羅倫迪斯和達拉華利 兩個救回他們上來 這個就 講到錢 其實又扣回到一些管理那裏 最後 阿維又提及到的球場 你那些球場 是祖雲達斯 我據聞薩斯索羅 那個球場都是自己的 是兩個 其實薩斯索羅和烏丁尼斯 你可以說明義上是自己的 好像是中99年 我都沒有記錯 但是不能夠和祖雲達斯 那個相提並論 就是因為他們不能夠 做一些商業性的活動 變成這方面的生計 就不可以好像 那條水喉就不可以 好像祖雲仙 開擴得那麼充裕 你如果 他們那個場不是自己 其實是屬於地方政府 你那些收入 又要去抽水 我們逐點說 很多東西你都不能夠 即是說事 你將票 老實說 你二甲的Attendance 已經是一直在降 你這裏已經越賺越少 你還要過一段 你又湧回一些給政府 而政府輾轉 他的政策又不是扶植回來的 這個就是一個 都幾惡性的循環 所以 都是時候 向美國佬 最後都要靠美帝出手 美帝出手就是羅馬 現在屬於二甲小部分 已經是外資組的球隊 的確是一個出路 你看到其實 你不要管 你今年那宗拜過早年 但是他真的開了一些 起碼開了Facebook 官網告訴你 以前英文官網都沒有 你想 連那些 你上一些球會官方網站 都是 意文 意大利文 這個是不是有少少 好像我剛才說的那一隻 我是要用意大利文 我是不喜歡用英文 所以 你講開 你講開 英文就是很多 意大利球員外流 又是因為 語言問題 這個 又是意大利人的性格 是有沒有說錯的 這個 有少少性格關係 講到未來前景又怎樣 剛才我們就一直分析過 到底 在說一條數就這樣算 三至四年 但是前景其實 我們是不是真的做到 我們現在已經說到 是我們 不是說以甲 是我們 我們是意甲 我們這個意甲中環的節目 的確是從意甲 或者意大利球迷的身分出場 沒錯 現在最後一個環節就是 其實我們代表意甲出去的球會 究竟有什麼競爭力 接下來幾年 祖雲達斯 雖然派露說明 如果今年能夠捧起歐聯 他就不在 即是有機會離開祖雲達斯 那麼 沙維又回應他一句 好笑 沙維就說 有些記者問他 即是巴塞對祖雲達斯 即決賽 派露說捧了歐聯 就不會離開祖雲達斯 那麼沙維就說 其實我想派露留下 哈哈哈哈 OK 祖雲達斯其實 現在接下來幾個方針 就是要轉移回派露的重心 這是第一 第二 其實我覺得是 positive 我對祖雲達斯 因為其實你看到 他除了管理上了軌道之外 都是一個長遠的 agenda 特別在球員方面 你看到 今年祖雲達斯 前面就叫迪維斯帕摩拉達 後面有路蘭迪加上契仔馬提 還有三個都未來 迪巴拉未來 莎莎都是祖雲達斯 借過去 再加上佩拉迪 一人一半擁牛拳 其實祖雲出少少千多萬 其實薩斯沙都放了 幾大前方都未上陣 即是全部都是90後的財進 就算不上位轉個手 賣出去也有一筆盈利 是啊 他們有市場 去年 恩莫比利在拖蓮奧風山水 其實祖雲達斯是可以的 那個擁有權 好像是一半 祖雲達斯都有 還有後面 這個 借了安波利的盧加尼 又是94年 已經是很大機會 是意大利未來後防的動量 所以祖雲達斯我就不是很擔心 老實說 數下去羅馬 羅馬就剛才提過 那個管理是給了美國的財團 在那個資金或者總值錢 老實說就不是一個最大的 concern 去到這一刻 唯獨是在戰績那裏 今年其實都是給祖雲大拋 去到歐戰就被曼城 叫緊緊壓過 小比賽 但是你看到這對球 其實好像在這兩年 比加西亞好像有一點點 去到一個位置是停了的 譬如說之前 去到早十輪八輪之前 去到球季的中後段 已經是 那時連續 十場裡面 一五年開始 即是已經是十場裡面 他不是輸 但是和得太多 變成好像不上不下 結果其實今年來到現在的階段 都可以說是拿到第二位 即是下年又會參加歐聯的分組賽 羅馬看上去現在 好像是真的開始穩定了 當然再看下屆歐聯的戰績是怎樣 其實拿波里反而就可能有些球迷會有些失望 因為以他們的班底 甚至或者你說教練的級數 羅馬我再補充多一句 剛才祖雲達斯我就說是 positive 因為他們是要應付派流的重心轉移 所以我覺得祖雲達斯未來都可以八強的上限 歐聯 羅馬其實 因為他的對球是很年輕和很新的 但他又是好像祖雲達斯 他又要吃著托迪退下來 那樣東西 但是在一個這麼新的球隊 他都可以在歐聯那裡 其實都僅僅有機會出線的時候 我覺得再加以磨合 其實都很有上升的空間 但是拿波里就是一個變數 拿波里雖然他們 好像今天出了一宗新聞 就說禮拜四會開新聞 開過見會 他說不是 他說不是 但是 但是奔利迪斯走的機會 我想是 即是他回家 那個機會其實極大 但是馬沙利暫時還沒有工作 究竟會不會找回馬沙利 因為那時候都頗不歡而散 所以我覺得拿波里未來的變數 我自己很擔心 如果說到擔心的 拿波里已經擔心的 那接著努力 米蘭雙雄就可能更加前景 好像比我更加坎餘 是呀 其實 叫你先說 不過我想說前景坎餘 但是其實不代表沒有變數 因為1998年的時候 其實那個球櫃是拿第11名 但是之後 他們是拿第1 現在正在盛傳說 譬如安邱樂堤會不會回家 他自己個人就說否決了 因為失步要做首相各方面 加利安邱樂堤說 加利安邱樂堤說 去馬德里是旅遊 對 很多這些新聞 都最近在盛傳說過 至於郭掌米蘭 其實我自己 有多不少樂觀過盛傳說過 我看他們的前景 看到對波 今天 就是文仙尼上任之後 你不要理會文仙尼有多麼古怪 一些古怪的調動 調兵顯像有多麼神化 但是對波其實開始 叫做 整個整個整個 起碼主力的軍庸 陣式 結構方面 都開始慢慢穩定 我覺得再給一點時間 他在下一季 叫做第一季的全季執教 看看到時候會是怎樣 還有其實 說到國際米蘭 現在 一定要說回聯賽的形勢方面 因為很微妙的 接下來的星期六 這個周末就會是修羅 以甲也是四大聯賽之中最遲修羅的聯賽 現在說 除了歐聯席位 就只剩下拉數和拿波利之爭 拉數暫時排在第三位 領先拿波利三分 如果同分的話 在以甲來說是計算對賽成績 對賽成績方面 拿波利在首循環作客 贏過拉數1比0 次循環就是這個周末 即是說 如果拿波利贏到拉數的話 計算所有對賽成績 同分的話 拿波利是會獲得歐聯的 當然不是直接分組賽資格 是外圍賽資格 這是接下來的周末的看頭之一 第二個看頭就是 歐霸的參賽者 因為近來可能意大利粉絲都會見到熱拿亞 就拿不到歐巴的 歐洲賽的參賽資格權 因為他們據聞是 遲了交那份文件 以及也沒有一個 沒有申請到註冊到一個球場 是可以供他們 下年作為主場之用 而森多利亞 他們一早已經借了薩斯索羅的馬比球場 可以用作下跪之用 所以森多利亞其實是有參賽資格 而現在說 如果熱拿亞真的不可以參加 即是就算他們排到聯賽第六位 但如果因為最後他們上訴 都不成功拿不到那個參賽資格的話 歐巴的資格就會又落一級 又落到森多利亞 而邊商 因為郭靖蘭現在和森多利亞差三分 即是說如果 美倫和森多利亞是輸 郭靖蘭贏的話 計算對賽成績 現在對賽成績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郭靖蘭兩個循環 郭靖蘭首循環就贏過森多利亞 森多利亞次循環也是贏郭靖蘭 大家都贏一球而已 得失球差 郭靖蘭就好過森多利亞 所以如果郭靖蘭是最後同分 和森多利亞同分的話 郭靖蘭是會獲得歐巴資格 當然也會取決於爾蘭亞最後上速成不成功 所以是很多很多事情要計算 阿維你有沒有印象去年拍爾瑪排第幾 我沒有什麼印象 但我就是知道當時拍爾瑪因為財政的問題 拿不到參賽之外 拍爾瑪排第六 就變了拖連六 去年拍爾瑪排第六 今年爾蘭排第六 去年拍爾瑪同樣是沒有歐賽之格 今年爾蘭 你想說是冰冰中有主賽嗎 節目時間一個小時都很快過 也很快過 好像有些事情都說不完 其實今集是第一集的耳甲中環 老實說肯定還沒到盡善盡美 我還沒夠口 絕對沒有 如果大家真的有一些意見可以積極提出 我們暫時會用我們二血大球場的專業 和二血大球場的群組 大家可以在Facebook搜尋二血大球場 都可以穩定地收聽到我們的節目 以及參與各方面的討論 關於足球層面上的討論 依甲選定幾個題目給大家 拍爾瑪這個題目也走不了 再加上未來已經沒有了的庫翁 其實又可以一陣子說 剛才我想說的名稅 依甲其實意大利球證 我也想說一說一說 你那個年到現在大家都覺得 是世界最好的球證 早幾年羅錫迪、尼加利斯索尼 全部都是金哨 真的很想說 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大概一個月後 在這個節目耳甲中環再和大家見面 最後提醒大家 今晚的深夜時間 也有歐霸決賽 迪尼普對著西維爾 不要以為這兩隊和意大利有什麼關係 西維爾其實早在十年前開始 有幾個意大利的技術營中場加盟 斯加連尼、古馬蘭迪、馬里斯卡 說回我的名字 是不是有些味道 今天是2時9 西維爾迪來鋪 千萬不要錯過 下集再見 拜拜